大家好,我叫尹君 。我是在美国出生的韩国人,今天我要讲的是我在中国的经验。 在我还没想清楚前,我就开始学中文了。在我三年级的某一天,我妈妈问我, 尹君,你想学中文吗?我回答,妈妈,学中文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妈妈就告诉我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对世界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如果我会说他们的语言,对我的将来很有帮助。 那时候我还很小,所以我只想着长大要做大事,所以我马上决定我应该学中文。 从那时候开始,中文成为我声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韩国学了一年中文后,我就开了。 我一个人到上海的田家民主学,学习了三个星期。 在那儿,我跟比我年纪大的其他韩国学生住在一起,一起早上学习语言,下午参观上海市。 印象最深的几件事,包括晚上去东方明珠塔,去看上海马市城的精彩演出, 还有我穿中国的传统旗袍,拍照片等等。 现在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就会想起上海选丽多彩的业绩。 离开上海后,我去宁波的华茂学校住了一年。 不像在上海时,在宁波,我和童年的中国学生住在一起,一起生活。 吃饭,睡觉,学习,玩,都在一起,感觉很不一样。 我还记得,有时候我们全班都借着红领巾,去运动场做体操。 不知不觉中,我适应了中国的环境,理解怎么从中国学生的角度,在中国学习和生活。 但是很快的,两个学期一直研究过去了。 我意义不舍的跟亲爱的老师和朋友们分别离开中国。 回美国前,我搬了几次假,所以我的中文学习停了,也忘了很多。 但是现在我又开始学中文。 我希望上大学后,我可以再去中国学习。 以后,我希望做有关国际事务或者国际关系的工作,可以隐藏到中国。 我觉得当初在三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学习中文的决定,是我声明中最好的选择之一。 这个决定不止帮助我找到将来的方向,也让我有机会接触中国的文化。 中国有太多可以欣赏,可以看,还有可以学的东西。 我希望我可以让所有的人知道,中国不只是个强大的国家。 它多彩多彩的文化和丰富的人情,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谢谢。 银芝芸,你好。 我想问问您,您在韩国上三年级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您就喜欢学中文吗?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觉得学中文太难了,不太那么喜欢学习。 但是,现在呢,我很喜欢。 因为,现在,处外韩语,我还可以说韩语,英语,还有法语。 所以,我觉得这个能力是很特别的。 谢谢您。 您好,请您比较一下上海和宁波这两个城市,对您留下了什么分别不同的印象。 对吧? 我住在上海的时候,我是很小的,还有,跟我其他好学生学习的时候,他们都是高中学生、大学生。 所以,我觉得比较很孤单。 但是,在我住在宁波的时候,我是和同名的中国学生一起生活。 所以,我比较很开心。 然后,现在呢,这些经验对我够。 因为这些经验,现在我变得很单位。 谢谢。 在宁波的两个学期,你认为你的中国同学做的活动中,对你来说,什么最有意义? 每天早上,我们一起起床,一起吃早饭,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我们一起一起打排球、打篮球等等的运动。 还有,在我的经验,我说过的,我们一起去运动场做体操。 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很有意思。 在中国多彩多姿的文化当中,哪些东西对你最有吸引力? 在中国多彩多姿的文化当中,哪些东西对你最有吸引力? 在中国多彩多姿的文化当中,哪些东西对你最吸引力? 在中国多彩多姿的文化当中,哪些东西对你最有吸引力? 因为我住在中国的时候,就去学校里面,就是民国的。 所以,我住在上海的时候,去昌坊上海时,还有看上海的漂亮的眼睛, 就是对我最深的影响。 你好,你想上大学以后再去中国,是不是? 那你希望去哪里上大学? 你最希望去哪里上大学? 大学我想在美国上大学,但是我知道在美国很多学校 让学生去中国当韩教学生。 所以我真想去北京,因为北京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我从来没去过,所以我很想去。 谢谢你。